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今天早晨 辽宁本系的崔巨师打个电话来 他们正在打夫妻 夫妻非常殊胜 要求我给大家讲几句话 那么我告诉他 我们今天早晨九点到九点半的时间 他们会在网络上收看 佛法教人 最要紧的是让人明了宇宙人生的真相 这是究竟圆满的觉悟 觉悟之后做人 就能跟虚空伐界一切众生融合成一体 这是世出世间的大学文 也就是说 学佛 就是学怎样与别人相处 如何跟一切众生 相处像自己的家庭眷属一样 家庭眷属的比喻还不切当 为什么呢 现在社会不孝父母的人很多 儿女跟父母不能相处 婆媳不能相处 兄弟不能相处 甚至夫妻都不能相处 这个问题严重 非常非常的严重 我们展开世尊的经典 仔细去观察 去研究 我们在这里得出一个结论 福无非教我们做人而已 由此可知 学福就是学做人 如果我们在这个世间 人与人都出不好了 你怎么能往生极乐世界 你怎么能跟极乐世界的人相处 说个老实话 极乐世界的人 比我们今天社会复杂太多了 何一知道呢 他是从十方 无量无边刹土 去往生的人 形形色色 各种类别 没有法子计算的 这些人能往生的 都是很会做人 很懂得做人 做人的最高原则 就是十善业道经 这一段开始 这是最高的原则 我们把这一段落实了 你无论在哪一个法界 你是真的菩萨 你是真佛 你不是假的 不是相似 不是关心 佛教给我们的原则 就是叫我们 常常念着别人的善 我们在 我们在 居士林 听过 伊斯兰的见解 印度教 印度教跟巴哈伊教的前景 所有宗教的圣人 都是教我们做人 都是教导我们要心善 念善 行为善 但是 所有宗教经典 是在讲 佛的经典 讲得最究竟 最圆满 为什么呢 他讲了 不容豪分 不善夹杂 这是 其他的经典里面 我没有看到的 这就讲得 彻底 讲得究竟 不可以夹杂了 这个人 有十分是悟 有一分是善 我们只赞叹他一分善 只取他这一分善 把他那个十分善 忘掉 不要放在心上 这人还是个善人 这个人有十分善 有一分善 那一分善 当然更要把他忘掉 决定不能放在心上 我们心上放别人的过失 放别人之善 是我们自己的悟 偶叶大师 临风中论里都说得好 静允 没有好悟 静 是我们物质生活环境 云 是我们的人事生活环境 外面 人跟物都没有好坏 好坏从哪里生的呢 好坏从自己心里的身体 你自己喜欢他 这就好啊 你自己不喜欢他就坏啊 好坏没有标准啊 好坏随顺 个人烦恼吸气 这么来的 所以佛教导我们 离开一切妄想分别职责 这个世界是一真法界 一真法界里面 所有一切的众生 都是诸佛如来 花言经上讲 情与无情 同源终止 怎么来的 就是这么来的 我们真修行 真用功 也就在这个地方啊 我们讲习当中啊 常常取决圣王做例子 这个诸位独立师 都知道这个事情啊 圣王的父母兄弟 可以说天下人都认为 他是坏人 公认的 可是圣王心目当中 是好人 他没有看到他父母兄弟 丝毫的果物 丝毫都没看到 只看到自己的过失啊 确定 天天 自己改过自新 没有要求他的家人 三年 全家感化了 自行 这不是佛经 说的一个最鲜明的例子吗 自行就是化他 自己不行 怎么能化他吗 自行化他 我们从圣王身上去看呢 就恍然大 就恍然大悟 原来这个才叫做自新化他 成就自己 圆满的信德 自己真的 一点缺点都没有了 自然就感化一切 有情众生 自己成佛 就能令一切众生成佛 所以这一段经文里面 十善业道经 从经文第三行到最后这一行 总共是六行半的经文 这是我们修行的纲领 佛在这个地方讲得很好 人天 声闻 原觉 菩萨 都不能离开这个法门 都是这个法门成就的 这里讲得清楚 讲得透彻 教导我们 昼夜常念善法 心善 思维善法 你的思想善 观察善法 你的行为善 观察什么 看别人的善 不要看别人的我 于是我们就生在 善好的世界 这个世界没有我 纯善无我 是真的 不是假的 这个就是 大臣经里面常讲的 随身发信 不是随身烦恼 常常我们在经论上读到 这些句子 随身发信 不晓得怎么随身发 怎么去做 不知道 随身烦恼知道 随身发信就不知道 这个地方告诉我们 这随身发信 常念善法 思维善法 观察善法 这个是随身发信 法信是至善 约满 什么时候 我们不见 世间过 世间一切人 人是无 人是我们的 有情世界 是我们的生活 人是环境 四跟无是物质环境 在这一切环境里面 见不到我 只见善而不见我 那就是惠能大师讲的了 若真修道人 不见世间过 真修道人了 心里面 还有是非人物 这不是真修道人 是非人物 从哪里来的 从妄想分别 职责里头变下来 真正修道人 佛常常教我们 要放下 妄想分别执着 妄想分别执着 放下了 就是弥陀经上讲的 异性不乱 这异性不乱才能先前 念佛的功夫才能成就 决定往生 不退成福 那么由此刻之 我们还有妄想分别执着 还有人物 是非 要知道 这是自己 菩提道上的障碍 诸位听了这些话 也许又有问题来了 这世间真有很多人 真的找麻烦点 我们遇到怎么办 我们单看他善 他看我不善 我不惹他 他来找我麻烦 我们处这种环境 怎么办 佛教给我们 断烦恼 开智慧 怎么断烦恼呢 前面讲的 常念思维观察善法 烦恼就断经了 烦恼断经了智慧先前 在生活环境当中 你有高度的智慧 你有高度的艺术 你自然能够回避 总有种种张难 实际上 实际上 仗不住你 也拦不到你 你在一切 顺境 逆境 善云 卧云 你必定得 发喜充满 你有智慧 能应付 决定是自他 联历 绝对不会是自立 害他了 没这个道理 这个就是佛法 所以这个幕后几句话 非常重要 从人天到 佛果地 都以善法成就 那么这法是什么呢 此法即是 时善也到 何等为时 为能永利杀生 杀害的念头 永远消灭了 无论对什么人 对极我的人 对伤害自己的人 甚至于 像这个 《金刚经》里面所讲的 割离王 割结身体 这个故事 在《大涅槃经》里面 《大涅槃经》里面 讲的很详细 那是什么呢 无缘无故 临迟出死 先人 没有一丝毫的 晨慧 决定不会起个念头 我对 你不对 没有 这叫真正修道人 这个才叫做 永离杀生 这个意思 人生 决定没有 伤害众生的念头 念头上前没有 哪里会有行为呢 念念帮助众生 念念利益众生 哪有念念去妨碍众生 去张爱他的 这是永离杀生的 神意 永离是灌下去的 永离偷盗 偷盗是不于取 这个物有主 主人没有答应 我就把他拿来 无论用什么样的方法 用什么样的手段 都叫偷盗 我们把这个意思做一个总结 说个最容易懂的话 占别人的便宜 这就是偷盗罪啊 我们念念是帮助别人 决定不能占别人的便宜 一切实 一切住 一切处啊 尊重别人 占行 是隐喻 要从念头上 拔到拔出 没有这个心 没有这个念头了 这才叫永离啊 世界人 如果能够 把这个念头扶住了 根虽然没断了 决定不起现行 定定的扶住了 将来往生是色界天的 不是欲界 这个念头没有断 纵然很轻微 还会有这个念头起来 你出不了欲界 修行功夫再高 你也在溜一天 财色明时睡 这个五欲没有断尽 这些念头如果是严重的话 那是堕地狱的 佛在经上常讲啊 财色明时睡 地狱无条根 你把这个放下 把这个舍掉 那个地狱的根断掉了 世间人对于五欲六成的享受 他那个根非常坚固 你什么时候能够脱离地狱 这个坚固的根 如果不断掉 念佛也不能往生 这个根拉住你 你去不了 念佛念得再好 都不能往生 心地再清静 也不能往生 众修善音 不过是人天佛报而已 决定出不了三界 所以佛教学生 不但是以戒为私 还要以苦为私 这个意思深的 我们能忍受 无论是物质生活 精神生活 宁愿苦一点 苦的生活 有出力的心 对这个世界 没有流涅 生活太舒服了 太富裕了 对这个世界 有流涅 舍不得离开 就不能往生 所以佛家 为什么那么样赞叹 苦行 道理在此地 苦行 对我们修 出世间法 障碍少 道理在此地 那么这是这样的 杀到淫 深三叶 一定要永断 接着永断 口的过时 妄语 说话不诚实 说假话 欺骗人 念试 调拨是非 握口 说话粗鲁 其余 花言巧语 说得非常好听 目的在害人 这是口的四种故事 念头里面 贪欲 诚慧 邪见 邪见是愚痴 都得要永断 这一段经文 是世尊 对一切众生 无上的教诲 真实的开始 不仅是 释迦牟尼佛 摄方三世 一切诸佛如来 没有例外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